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焉能唯有 焉能唯伍 值得而不弘扬 信圣人之道而不读后 何能说此人有道德 又何能说此人无道德 这个纸章篇第二章 这张书讲值得而不弘扬 值这个道德而不弘扬 那么他相信圣人之道而不读后 何能说这个人有道德 又何能说这个人无道德 焉能唯有二计 这个焉能唯有 这个两记 孔安国注解 言无所轻重也 孔安国的注解 言无所轻重 黄书 事无此人 则不足为轻 事有此人 亦不足为重 故云无所轻重也 就是说世间没有这个人 则不足为轻 世间有这个人也不足为重 所以说无所轻重也 在讲值得而不弘 信道而不读 这样的人 那这个世间没有这样的人也不足为轻 有这样的人也不足为重 又引江西曰 有德不能宏大 信道不误后至 虽有其怀 道德灭然 不能为损意 这是又引用这个江西的注解 这个有道德而不能弘扬 光大 信道不误后至 虽有其怀 道德灭然 不能为损意 社会啊 它没有损害 也没有利益 竹天光红 慧千说 值得也 信道也 而不弘不读 则为主为有直有信也 圣言不弘不读之思而 第二 江氏 竹氏 竹氏 劫持二纪 文艺较顺 那么写入老人啊 讲这个 引用江西的注解 以及竹天光红慧千的注解 那么他们这两家 注解这两句啊 文艺啊 比较顺 值得信道 而不弘不读 这个是讲啊 值得而不弘扬 那么 他也相信圣人之道 而不读后 那这个人 是有失啦 就是说这个人 呃 你 不能说他没有道德 也不能说他有道德 这个都说不上 都说不上来 所以这个 道德啊 还是要去弘扬广大 好 这张书我们就写一写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